恩援吉地,新鲜道家,每日之达 我们家就一直订这个奶 因为我老跟我妈说 这个奶在夏天的时候 到十点钟,十二点钟 如果还放在这个奶箱子里不取 就会嗖 这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这个奶是不加防腐剂的 不加防腐剂就说明至少是纯的 是吧,你想它会发酵,会坏 在往以前那奶箱子是在这儿的 在往以前叫小红帽 在往以前叫新鲜鲍 这些都是那种订报纸时期 留下的 我回屋里说这儿太冷 北京地区啊 老北京 就老北平那时候 我爷爷住在这儿 我们家就顶牛奶 我要说你爷爷肯定地腹反坏 地腹反坏不敢说 我爷爷是屁大 屁大 京师大学堂文科 中国文学门的毕业生 你想想 1898年 我爷爷的哥哥也是 你看这奶上呢 写着 2020年 0222合格 0222就是今天吧 今天是23 所以这种奶呢 它是最快的 我把这奶拿来哈 我就把这瓶子一撕 我根本就不煮 我妈老说我这儿打牲口 你看我身上长得着毛 如毛阴雪 北京这条线就是 400毫米等降水量线 再往北边 巴达岭张家口 牧田玉长城 我都是这么喝 外部小孩 洋人 如毛阴雪 那奶都是拿来就喝 这两天冷 但为什么这奶不冻冰呢 因为奶里边它不是纯水 水在灵动就冻冰 奶不是 奶它不冻 如果是夏天 我晚上这会儿去拿 这奶就馊了 就变酸奶了 以前我还定酸奶 我爸在的时候 我给我妈定一瓶这奶 定一瓶酸奶 我给我爸定一瓶这鲜奶 一瓶酸奶 它里边还有好多其他种类 接上上什么 叫什么高盖奶 什么奶 我觉得全是骗人的 我认为全是骗人的 我这奶我这么喝 我闺女也这么喝 你看我把这瓶子 给给 帮爹舔舔瓶子 舔舔的 这个 别弄碎了啊 一会儿明天还换瓶呢 给你了 给你了 我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我不爱喝奶 我就喝我妈你奶 因为人活着喝奶是第一本能 小时候老说小孩 钻担拳头 实际上小时候 钻拳头 就是抓柔 你妈你奶 一面怎么妈 抓一面刺激你妈 你妈你奶 所以现在老说祖国母亲 母亲的乳汁把我养大 挡啊挡啊 实际上都这意思 我小的时候 那时候奶呢 现在这叫半斤 投入所爱 持续新鲜 你看它这上 我小的时候啊 奶不是塑料缝口的 是一张纸 纸上有张 有根猴皮筋 什么叫猴皮筋呢 就是自行车 内胎的那种东西 就是这种 就这种东西 猴皮筋 猴皮筋 所以一个月 如果这半磅奶 三十一天 就来三十一根猴皮筋 把这三十一根猴皮筋 给它穿在一起 小女孩就跳 猴皮筋我会跳 一打三反 我知道 反担污反浪费 也不是反贪官 什么东西啊 就文 我小时候听那帮小丫头唱 我不会跳 她们都会跳 所以腿都弄得特别柔韧 什么一字马 什么的啊 后来长大了知道 会一字马的 女孩好往外嫁 那些跳椅子马 小时候有皮筋 猴皮筋 家里肯定喝奶 那时候有时候小偷流氓 就什么 穷孩子吃薄薄饭 就偷人家奶 由于偷奶 你看我们现在 一直到现在 几十年传统了 那送奶宫 一定要求你们家门口弄一铁盒 得上锁 完了 我觉得多麻烦呢 来的时候得把那个锁打开 把奶放进去 在锁上 在关上 太麻烦 我就不 不锁还真出问题 有人偷奶 把你奶都给偷了 还有更坏的孩子 把奶偷走了 给你里边撒上尿 这都是那些坏人干的事 现在一喝奶呢 都是外国奶 因为老说外国奶粉可靠 你看我的这个 我靠 还有我的这个A2 A2是新西兰的 我靠是澳大利亚的 澳大利亚的 都是好的奶 好的奶粉 好的奶呢 好的奶牛 如果纯吃草的话 一头奶牛 至少得有7.9英亩的青草 才能够长 现在的牛呢 大多是吃飼料的 已经没有那么多草场了 但是首都市北京 北京的奶 我觉得最可靠的还是这个 这公司没给我 这三元没给我钱 让我说的好 但是我一直 为什么呢 它便宜 便宜的就跟我街头买那馒头似的 馒头有好多种馒头 北京古楼东有一个 山东叫什么 山东什么什么馒头 叫老孙哥老给我送的那馒头 那馒头前年八毛一个 去年一块一个 今年一块二一个 你想从八毛涨到一块二了 但昨天我晚上又去买馒头 路过栗子鱼他们家 那馒头确实跟别的不一样 但现在一弄什么就连锁 一连锁就进超市 一进超市就是工业化生产 工业化生产 你看那个你去买那奶 都是在一冷冻的部分 叫生鲜 那奶必须冷冻 只要不冷冻 马上就搜 我小学妹 张欣 学俄语的 她给过我波兰奶的奶 跟俄罗斯的奶 说那奶都特好 然后我看那个卖苹果 那小学妹 她订的是什么 法国的奶 你想想那奶从法国运来 包在纸盒里边 且不说坐飞机那钱 那奶走半个月 走一个月 甚至走俩月 那奶都不搜 那奶里边肯定有防腐剂 那什么奶是没有防腐剂的呢 你看我闺女就喝了 就是这个 就这个瓶 这个瓶 你狗舌头 你不会毒龙吗 你不妨你舔舔 这个毒龙狗 慢慢舔 真乖 我小时候 有我们家 南关法国胡同王 叫浅井胡同 浅井胡同 就在浦仪他们家 浦仪战饭放出来之后 她没地去 到了北京 连夜到她妹妹家 她妹妹就是浅井 浅井胡同 浅井胡同 还有一个分叉 叫后小姐胡同 浅井胡同 到后小姐胡同 那时候北京的胡同呢 好多大杂院 一个大杂院 只有一个水龙头 一条街 有几个重要的地方 有粗的水龙头 过去水都是不花钱的 好像是不花钱的 我没交过钱 我们上学回来路过 特别渴 就是那水龙头 弯着去 嘴对嘴 拧开那水就喝 在前姐胡同 跟后小姐胡同 交界的那个地方 有一个大的粗的 直径粗的水龙头 跟我们家里的不一样 那地儿以前是水战 过去那个水战 好像是自来说也是交钱的 卖水啊 好像是卖水的 以前北京喝的水呢 好多地方的那个井 的水都是不好的 是苦水 所以北京 胡同这个字 就来自于水井 因为人活着离不开水 人活着老的 就离不开水 北京最好的水 是玉泉山的水 就西山玉泉山的 那时候水车 都从玉泉山把水运到北京 胡同里边喝最好的水 就是玉泉山的水 所以最好的水 叫玉泉穹江 穹江就不是水了 水乳交融 穹江就是奶 就是乳汁 伟大的母亲 那个奶 我小时候呢 我爷爷就订奶 小时候的那个奶呢 我就记得有奶皮 我特别爱喝那个奶皮 我把我爷爷的奶 我奶奶的奶 我爸的奶 我妈的奶 我都要把那奶皮我吃了 那个奶皮 那时候牛奶呢 送牛奶的 我刚才就讲 在前几个胡同 跟后小几个胡同交界的那 那儿有一个叫老宋 老宋是送奶的 老宋长得特好玩 长得很精神 长得很白 就跟牛奶似的 老宋有好几个儿子 我不记得至少 是五六个儿子吧 老宋养他那五六个儿子 完全就靠送奶 那时候老宋一辆三轮车 车上都是木头箱子 木头箱子上落的奶皮 那时候北京的胡同 没有利青路 没有柏油路 都是土路 土路时间长了 就有高有低 夏天一下雨 冬天一下雪 老宋送牛奶的时候呢 他的儿子就帮着送 就帮着推那个车 我们家跟那个老宋 关系特别好 所以我印象中有那个老宋 我爷爷呢 他是京师大学堂文科 中国文学门毕业的 所以他最早就接触了 西方的科学 我爷爷的哥哥是早稻田 京师大学堂试学馆 派到早稻田留学的 日本鬼子之所以强大 能够所向无敌 很重要就是日本的奶可靠 他们喝奶 我爷爷有和我爷爷哥哥的 共同的老师 是一个老太太叫柯昌尹 柯昌尹他的爸爸 原来是京师大学堂的校长 姓柯 那个字我不会不认识 是中国研究蒙古史的一把 姓柯 柯昌尹 我上小学 一直到我上上 考上批大 每个月我爷爷 两块钱我记得 两块钱就这样的奶 那时候叫半磅 叫半磅 两磅叫一磅 所谓那磅呢 都是英国知识的重量 现在我们叫半斤 这么一比较半斤 那时候叫半磅 每个月我爷爷给我钱 让我到后海的小黑虎胡同 就是古楼的西策 给说这是你给师姑婆送去 嗯 师姑婆就能定来 那时候师姑婆已经沦为简破烂的了 啊 呃 我小时候看过一个叫童年 就是高尔基他老爷他们家 把一个人给赶走了 格里高里是个瞎子 格里高里 格里高里啊 是个瞎子 呃 呃 高尔基的外祖母就说 你看见格里高里过来的时候 一定喊我 啊 高尔基就回来 外祖母 外祖母 格里高里又来了 外祖母就会偷着拿点面包 拿点肉 出去给那个 我小的时候 呃 我在街上玩 我偶尔会看见师姑婆 师姑婆就会捡破烂 捡烂纸 啊 我一看见马上就往家跑 呀呀呀呀呀 无习管爷爷叫呀呀呀呀呀 我看见师姑婆了 我爷就赶紧会出来 把他 那时候的文革 他也是黑五类打倒了 啊 把他 当然他比师姑婆好啊 我爷爷的 我爷爷有六个儿子 其中两个儿子是美 美籍华人 所以给我爷爷 往中国寄吃的 那时候我寄的就有 那个德克萨斯的 那个黄油 我都寄的那个包装 啊 还有寄外汇什么 所以我爷爷在三年困难时期 仍然有别人吃不到的东西 只有美货 我爷爷就会包出来一点 让我快给 给师姑婆 师姑婆推着一个小破 那个 木头的车 车上有好多小抽屉 啊 然后特别文雅的 在街上捡烂纸 嗯 捡白菜叶子 所以我一看见这个送牛奶的 我就想起前景 后小景胡同那送奶公 老老宋 啊 我都叫宋叔叔 宋叔叔 那宋叔叔靠送牛奶 养活他们家 至少五六个大儿子 现在搬走了 也不知道去哪了 刚才我遛狗去赵府街 想去买那老芝麻酱 又路过小黑虎胡同 每次路过小黑虎胡同的时候 我眼前都浮现出那个 师姑婆 师姑婆是学问很大的人 你想他爸爸啊 是 呃 民国以前 清朝末年 1898年到1913年的时候 的京师大学堂 就是北大的校长 但后来以后 他那学问不行了 师姑婆 沦落到街上捡破烂 嗯 那时候我爷爷就跟我说 人 嗯 吃窝头 咸菜 捡烂纸都行 但每天必须喝奶 嗯 奶是唯一一个人容易吸收的钙 嗯 我把这个奶 喝完了 你看 今天我又忘了 天黑了 嗯 我妈那两瓶就喝了 我这 刚抹黑把它拿出来 要是夏天 已经就馊了 嗯 嗯 我连热也不热 我就这么如猫晕血就喝了 我喝这个三元牛奶 不是说三元怎么好怎么好 嗯 它是老百姓买得起的 每天又能到手的 啊 能补充盖的 啊 比较可靠的来源 嗯 剩下点 我给我闺女喝 嗯 这狗啊 可叼了 嗯 跟我闺女似的 啊 要是不好 他不喝 哎 喝吧 真贵 这小孩 是吧 他知道 稍微有一点不新鲜 稍微有一点防腐剂 他都不喝 你看 老有人说 唐老鸭 谁给你吃的 你都吓吃 你老批评这个 批评那个 你别招了 哪个东西什么 人家给你点毒的吃的 没事 我跟我狗一起喝 如果你东西不好 我狗就不让我喝 嗯 这么一会儿 两瓶三元纯牛奶 说来真不贵 啊 二月份 两瓶 刚让我浇奶费 不到二百块钱 因为二月的日子少 这个三元牛奶 还一个优点 它是 让你先喝奶 后浇钱 嗯 我给你看看 我浇的那个奶费 啊 啊 奶 三元牛奶 你看 我 二月份 一月份 我两瓶奶是 二百一十二 啊 我已经浇了 啊 然后 这个月 清转二月份奶费 一百二十九块二 嗯 我又马上应该把这钱给 转给他 看 不吃了 嘿 嘿 不吃了 嗯 两个奶瓶子 不要 红乎 没有 听